也是为了它不要让其他的爬藤类攀上去 它不喜欢 如果它这么攀到很多的话 它会把这个裙子脱掉 让整个爬藤类会掉下去 然后它再重新长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植物是很难以致的 在我们山上老人家有讲 到目前应该还没有发生过 如果说这个梭螺或是鼻桶树 距离这么远的话 还比较很安全 如果是旁边有一颗比较细 比较细的话 比较细的话 你要注意到 那个可能就是比较大型的蛇 蛇它就等待猎物有没有 等待猎物就站在它旁边 有猎物下去就啪下去 这样子 有一种叫蛇目 就是有一种蛇 它外面它的颜色就很像蛇目 保护色 保护色 对不对 这是老人家叮咛的 但从我出生到现在 还没有听说过有被蛇 这样子直接的 可能还没有 有见过真的在旁边的 没有啊 真的是 而且现在春天稿 有没有看到蛇 没有啊 就是没有看过 那应该是不小 可能看到的也不在市上 可能看到的也不在市上